在《不惑之旅》中,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女人其实是马列文的前妻王亦如,在剧中她一直活在书中,最喜欢的书籍是安奈卡列尼娜,她因为大女儿的离世受了刺激,因为马列文不能给与书中一样美好的爱情,而发生婚内出轨,导致两人离婚。 大女儿的离世,丈夫提出的离婚,本就活在童话世界的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现实的打击,导致她患有暴躁症,一直在疗养院治疗。 虽然总是疯疯癫癫的,但是她却从来不缺少家人对她的关爱,尤其在中年时期,每当听她喊自己的爸爸,都觉得她像个小姑娘一样。 父亲宠着,弟弟罩着,自己的丈夫也一味地迁就着,连女儿穆家其实也一直等着母亲的关爱,所以她可以说是全剧女人中最幸福的之一。 简单和马列文跨越阶级的爱 简单和马列文的相遇以后,两个人不断地去拯救彼此。 马列文作为一个企业家,顶级富豪,但是生活中一地鸡毛。 与自己前妻易如离婚以后,因为多方面原因,一直不能公开。 女儿穆家因为因为滑雪摔伤腿,性格和脾气都变得异常暴躁,易如和穆家之间的关系又非常紧张,再加上自己岳父又是自己恩师,自己副总总想和自己走到一起。 马列文每天都在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挣扎。 简单作为一个从三线城市的乡村女教师来北漂,刚到北京就被自己相处八年的未婚夫劈腿,幸好有马列文的帮助,才逐渐从这段不堪的感情中走出来。 而满血复活的简单,把更多的心血放在了马列文一家的每个成员之中。 简单和马列文的感情纯粹又真挚,但是双方却从不敢承认彼此在对方心里的地位。 直到两人终于冲开内心的枷锁,完成跨越阶级的爱时,更大的考验正在等待他们。 一如康复想要复婚 马列文提出要把一如送到日本去治疗时,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,尤其是他的恩师岳父王校长。 他不想让一如去遭这样的罪,在这个家中即使疯疯癫癫,也没有人会嫌弃他,每个人都会真心对待他,他快乐的生活就好。 而马列文却认为一如的病情在逐渐恶化,如果不彻底根治,早晚有一天会变成疯子,不能掌控自己的行为。 两方对质,还是最终做出决定让一如去日本治病。 一如治病康复归来,发现自己心里念念的马列文和简单早已暗生情愫,一面是自己曾经的爱人,一面是自己心里的闺蜜,一如非常痛苦,于是决定继续装疯卖傻。 回到家中的一如明明早已清醒,但是却依然每天依靠着马列文生活,对简单呼来喝去。 再加上穆家的阻止,马列文和简单之间的感情几乎没有可能继续发展。 两人之间因为失去彼此而感到痛苦,一如在他们的感情中,终于发现自己沉浸的爱情不过是自己的幻想,自己只是对当初对马列文的感情不死心,而此次恢复正常的他愿意真心祝福马列文和简单在一起,自己也终于拜托了和马列文感情的囚龙。 穆家本来是喜欢简单老师的,只是因为觉得母亲可怜,父亲一亲别恋,才对这对感情多加阻拦。 当母亲释怀以后,穆家决定和母亲一起生活,弥补多年两人之间的母女感情的缺失。 马列文和简单能冲破阶级走到一起,不光是因为彼此在生活中能给予彼此照顾,更多是心灵上能给予彼此支持和慰藉。 在剧中的三个女演员也是各有各的美,简单是清淡文心,亦如疯癫又不失优雅,乔青浅虽然拜金,但是风姿绰约。